平川说明镜天天两个手 大家好我是平川 又要到周末了 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开心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场飞着路的对抗 由仁祖对抗亡灵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CH 隐秘之秋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组FQQ 一个非常喜欢玩骚韬鲁的玩家 好我们看一下 他是先造兵营后造祭坛 但是祭坛造的也不是特别晚 所以说很可能是中立开 也有可能是本族英雄的一个手法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友上角 红色的亡灵ID叫何摩特 这是不是有点谐音梗的感觉 但是谐音到底是写哪个梗呢 不太清楚 好我们看一下亡灵这边的一个手法英雄 亡灵选择是DK死亡骑士的一个手法 家里的话第二个通灵塔安排好 那就是一个狗流的开局 排除了这个科技之助的打法 我们看一下这里人族的话 哎呦祭坛还是没有敲好呀 FQQ不知道又在玩什么骚套咯 这边的话步兵哎发现对方一个小狗过来 那这个步兵不用去侦查 应该是意识到对方就是一个狗流的开局 那上来的话小狗过来确认一下 对方家里是不是在 哎祭坛还没造好 然后这个小农民立马就变成民兵来战斗一下 两个小农民都变成民兵 赶紧再变回农民来 对把祭坛给敲好 那小狗过来一干 哎呦 这对方的祭坛造的这么晚 那很可能是中离开呀 既然中离开 那我就在这里酒馆等你 是吧 看你到底要买一个什么英雄 好 双方在这里互相的 哎 捉迷藏 步兵的话去王林家里一看 看到对方的一个手发英雄是DK DK上来买一个骷髅包 直奔人族家里 看看这里人族小步兵并没有买自己的英雄 哎 祭坛点料了 那应该意识到人族还是选择一个本族英雄的一个手发 这里两个步兵吹杀这条小狗 但是大哥马上过来呀 什么一发C抬起来 要抬吗 不抬 你还是回家去休养一下 这里的话四个骷髅一招 那要开始趁你人族大哥不在啊 赚点便宜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 哎 不过这个圣塔马上好 上了一发C来和四个小骷髅去追杀一下这个残血的小民兵 这里的话圣骑士 这里人族还是选择一个圣骑士的手发 圣骑士如果说一英雄等级起来的话 游戏体验会很不错 但是如果圣骑士被对方压着啊 没有等级那就很难说了 好这个骷髅呢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啊 看见了对方这个手发英雄 好我们看一下圣骑士出来的非常的晚 暂时身上一点经验没有 那DK呢也是完成自己的使命啊 看到了对方的手发英雄 赶紧回家练练级是吧 家里前期的话小狗数量还是有点多 哇这个小狗数量是多的有点多呀 难道上来要直接过来去往人族家里搞点事吗 好圣骑士赶紧啊 疯狂的练级 对于圣骑士来说啊 这个英雄没有三级的话 简直就有点废 所以赶紧要练级 这里两个骷髅继续侦查一下 发现一个练级路线 DK的话 亦有直奔分框 可以的 分框一练 然后再开个分框 然后继续过来人族家里搞一波事 这一波节奏还是很不错 这里升骑士练了一个力量加三的手套 两个骷髅继续侦查 这一局的亡灵意识还是很不错 好人族的话 边升二本 边练这个分框嘛 不练 暂时不练 过来练一下这边的地精商店 亡灵这边 物有DK 直接到了二级 打了个回二戒指 回二戒指这个装备非常不错 每秒钟恢复两点血量 这样DK的话 最起码的话前级恢复能力还是比较的强 升骑士升到了二级 这里再把双电一练 这边步兵升好了顶队 顶队的话 练级还是效率有点高的 DK的话 家里残血的小狗 残血小狗 拉回家 这里又招骷髅 是吧 又是发挥了这个战术的打法 自己开着分框 然后进攻一下 这样的话对方就没有时间去搞你的分框 升骑士练完这一波 打了个紫钥匙 很可以啊 到时候状态不好可以吃掉 这一波直接单纯回家守一波 家里三个塔 这三个塔一好 那这边小狗就没有一个发挥空间了 这还用单纯来去骗一下别人 直接把亡灵给骗走了 亡灵的话 哎呦喂 这一波没有不够坚决啊 刚才如果坚决过来把这些塔全部拆掉 还真有可能啊 达成一个巨大优势 升骑士的话 用单纯骗了一下别人 然后自己再过来继续练 这里的话真的是啊 就以牺牲步兵的血量 来让自己的升骑士倒三 这里亡灵的话啊 暂时对方的塔要起来 好像进攻不进去 那过来把人族旁边的点 全部压制一下 让你没有点可练 但这一局的FK狗这个练剧路线啊 有点野 上来直接练这颗生命之拳 谁能想象 你连空军都没有都来练这个点啊 确实有点想象不到 亡灵这里分框啊 成功运营 科技的话可以开始升二本了 刚说完 这边直接点了一下二本 那人族里二本已经升好 那FK狗还是先升本 后开框的一个打法 二本升好 直接挑三本 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里升骑士啊 还在练这个罐 但是空军已经没法练了 练完这一步 看看接下来去哪里练啊 这里已经到三级 三级圣骑士 二级圣光 后面杀小狗的话会非常的方便 这里亡灵一直在抓圣骑士练 心里想 对方应该在这几个点啊 谁能想到 对方去练温泉了 好 练完温泉 再练一下对方的这个地精实验室 这顶顿的富特曼练这些怪还是比较好练啊 好 亡灵我们看一下 继续在这里挠一挠 让你的商店造不起来 但是呢 里面是不敢进啊 这个的塔确实是有点凶 这里我们看一下 FKK再补了一个铁匠铺 然后面应该是要出车间 出坦克飞机之类的一个打法 好 升级师继续来练一下敌 练一下这个地精实验室 买了一个防目机器栏 增加一下这个部队的输出 这亡灵的话 逛街逛的有点久 主要是确实想不到 FKK这个练节路线有点矮 找了半天没找着 终于终于要找着了 这一波找着 这场子都毁进来 怎么能想到他对方来这里练了 这里正面打不过啊 自己只有三条小狗 对方都四个步兵 再加上一个防目机器人 DK的话想找机会去C对方 那现在升级师不给机会啊 升级师说 要不要跟我solo一下 我现在三级二级圣光 打得你是吧 喊爸爸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赶紧双线练完 这里物有双线练完 升级师已经到四级了 这领先DK两级 这一步的话英雄等级确实优势有点大 上来小狗想来一个围杀 但是升级师可以破口啊 好一发C可以的 这里不让这个升级师进去 升级师进去的话 王林这里要死农民就很伤 尤其是在升本的时候死农民 好这里买了一个飞艇 哎赶紧上飞艇啊 这边不上吗 还是要对方号一下 好杀条小狗 击击天 过来上飞艇 然后过来杀农民了 这里小步兵回家 补一下状态 王林的话 哇第一时间侦查 不让人族开分框 那现在王林二本刚好升好 那这一波 骚扰的时间点 稍微的稍微的 不是特别的完美 刚才如果早一点过来杀农民 那王林的话 暂时补不了农民就很伤 这里的话 平A一下一个圣光 平A一下一个圣光 就很舒服啊 这个节奏 好这一波的话 哇圣骑士 直接杀了三个农民 很赚 王林呢暂时没有管他 反正现在也不太好管 好终于自己买了飞艇了 然后飞艇稍微去 是吧 掩护一下自己的小农民 那只要上飞艇 对方就拿你的小农民 没有办法了 这边的话 单纯回家 补于补状态 刚好想开分框 但是呢 这边骷髅已经发现了 这一波王林直接过来抓 所以说 这一局FK跟分框 是有点难开 开不出来也没事 是吧 至少英雄等级 快到五级了 看看能不能杀完这个怪 杀完这个怪 哎呦 还差12点经验 好 再杀一个骷髅 这边的话 圣骑士马上要金光一闪 飙到了五级 五级圣骑士 三级圣光 上来直接一个圣光 杀一个小狗 哇 很舒服 哎 这一波的话 王林 那也是撞了对方一些战死 那现在圣骑士等级起来了 王林的话 好像对王林来说一个噩梦 哎 这个DK 居然没有塞自己的小狗 还在杀对方的小农民 好 又一个圣光 又平安一下 这一局的话 哇 圣骑士很舒服啊 杀农民杀小狗 杀得飞起 这一波 不过圣骑士现在没什么难 哎 刚才还搞了一个 啊 蓝牌 这圣骑士最喜欢的一个装备了 好 王林 发一个巫妖 在这里很及时的把无敌给顶了起来 继续杀这里的小狗 这一波圣骑士 好像至少撞了四条小狗 人族家里的话 我这个塔的数量真的是有点多啊 我们看一下 123456 六个剑塔 两个圣塔 这王林要是像靠小狗说冲不进去啊 除非说你来一波毁灭 现在王林开始升300 300到时候爆一波毁灭 看能不能把对方的塔给冲掉 这里的话 圣骑士 只要水磕掉啊 补一下篮 马上又要去涂农了 这分框涂完图主框 主框涂完图分框 很开心 接下来这两个英雄好像有点手足无措 那他没办法呀 好 现在看见了圣骑士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王林两个英雄啊 赶紧要行动 这么远的距离 直接一个圣光 带走一个小农民 这边单纯回家 好 人族发了一个血法师 那这个血法师 纯属就是工具人啊 源源不断的给自己的圣骑士补一些蓝 这边用无敌 躲了对方的一个C 这里我们看一下 看看又不要搞坏事啊 这里有一个飞艇 这里呢 有一个农民哎这个农民一旦上这个飞艇肯定又要在这里偷塔了 挖树偷塔 好三级我们看一下三级圣光确实有点猛 家里的话商店暂时没有啊 好赶紧再补一个商店 刚才的话商店在外面啊被小狗给A掉了 这一波商店补一下圣骑士状态一补 接下来又可以源源不断的去对方家里搞事了 亡灵现在是死守这个分块 千万不能让人子把分块给开起来 这人子要开起来五级圣骑士 这如虎添翼啊 更加违法 更加就是不得了了 好看一下这里 两个英雄就是在这里死定 家里的话科技赶紧升起来 后面看看 诅咒神殿 那后面应该是处女妖 戴个绿帽子 或者是出这个骷髅法师来一个骷髅海 五 这里我们看一下五级圣骑 大战亡灵 双英雄 五有三级圣光 DK DK身上有点靠木转 没有血 这边又一个圣光 这最后一个圣光就要带走 要不要交个TP 诶 关键是个来了一个飞艇 是吧 这一波很舒服 那现在想杀乌妖 乌妖的话也可以上飞艇 诶 飞艇赶紧 诶 这 这 这刚才DK在这里买东西 哎呦 有点大意 有点大意了 DK买东西 耽误了这个乌妖上车的时间 那这一波乌妖死的有点伤 有点伤 乌妖阵亡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 圣骑士又回家补一波状态 家里已经造好了一个 诶 造好了男巫 女巫还没有造 男巫先加血 后面女巫的话隐身 但是这里的话 王林已经派了一个阴影过来 暂时这里还没有生好一个反影 好 圣骑士状态不好 又要去搞事了 这里果然我们看一下 这个农民 哎 飞艇把那个放下来 要开始挖树 挖到一定程度 又估计又要造一个炮塔了 这是FQ的拿手好戏 然后呢 想去圣骑士去搞事的同时 自己开一波分框 但是 哇 王林的话 这个真是什么意思 真的是 我派一条小狗死守这个分框 千万不能让人子把分框给开起来 发现对方有开分框的意图 DK 立马跨马加鞭 过来阻止对方的这一个行为 圣骑士 泡泡温泉 状态好 都不行 那现在 对方应该是也搞自己的这个分框了 自己圣骑士去搞一波事 这里 让蓄法是一个人手啊 稍微的有点啊 有点大意了 这里农民没有及时撤回去 那圣骑士呢 继续去王林加的各种头农 A两下 一个圣光 A两下 其实三级已经不用A 直接一个圣光就可以带走 但是他想平A一下 看能不能把一个农民给平A死 把省一波啊 圣光 这里的话 哎呦 赶紧取消 赶紧取消 这蓄法是没有来得及撤退呀 直接被对方给带走了 这一波操作稍微的有点啊 有点来不及 然后飞艇空头两样坦克 你拆我分框 我也拆你的分框 好 王林 交一个TP 死守一波 这里要不要上个飞艇 对方暂时没有支撑 没有网 那这里暂时不用交TP吧 但是来不及了 飞艇有点来不及 怕对方的塔打到 把飞艇打成坠机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圣骑士还是果断交一个TP 交TP啊 回家 家里生好了反影 好 薛法是继续复活一下 薛法是虽然说 作用不是特别大 但作为工具人 对于这个圣骑士来说 非常的重要 现在王林 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人族最起码分框没有开出来 但自己这一边的损失 也是有点惨重啊 农民死的有点多 而且对方刚刚的这一波 空头 其实 开了自己一个通灵塔 这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农民 这个农民我们看一下 这 在这里挖了好多树了 好 挖了这么多树 马上靠近这里的时候 就可以造一个塔 升个炮塔 那这个矿盖子要被A掉的 两个人 转角欲见 居然没有去 原来这个是幻象 然后真身发现之后 两个人想刚一下 这个武器圣骑士 但是发现打不过呀 这两个英雄已经好久没有练及了 疲于悲悯 是吧 来各种救货 所以这两个英雄暂时没有时间练及 这一波大意了吧 好 现在意识到这两个英雄确实练不了 赶紧回家 五级圣骑士 又开始来杀 哎呦 杀小狗 杀农民 杀了很开心啊 再杀一个 马上要升到六级了 哎呦 金光一闪 圣骑士到了六 那一般圣骑士应该不会升大招啊 都是升三级五敌 三级圣光 这里小狗 回家补一波状态 开始出女妖了 女妖倒是套一个魔法队 那就可以扛一下 这个圣骑士的这个圣光 这边 哎又遇见了对方的两个英雄 这两个英雄确实有点逛街 没办法 拿对方六级圣骑士 是吧 根本就没有办法 好 来个飞艇 上飞艇 保平安 哎 车子也上一下飞艇 你无敌时间一到 那我三个塔 疯狂输出你 呜 这 你上飞艇吗 那我自己的弹个下来 然后双方就开始秀飞艇操作了 你A我一下 我上飞艇 躲一下你的这个输出 哎呦 这一局的话 FQ开始秀操作了 但是对方手动控制一下塔 这FQQ有点翻车啊 这坠机了 两辆坦克直接消失 哎呦 哎呦 这一局两个人确实啊 打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双方各种小细节 各种博弈啊 双方各有啊 各有所得 也各有失误 这里的话 农民已经树挖的差不多了 那看看亡灵的视角 应该是看不见啊 亡灵的视角是看不到 对方在这边挖塔 挖树造塔的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神骑士 神骑士的话 被自己的这个血法师避难一下 这个血法师工具人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然后过来分框一看 哎呦 这买了五个塔 但是对方有小狗在呀 这一波分框开起来 还是有点难度 好 五个塔同时升级 然后把这个小狗给处理一下 那不出意外 亡灵的英雄又要过来了 但是六级神骑士也来守 那这一波亡灵能打赢吗 这两个英雄过来好像不太好搞 好 现在血法师继续输送一点蓝 给圣结识 那这两个英雄跑到一半 突然有点尬住了 去还是不去呢 好 换一下两个单位 哇 看看你能打中我的真身吗 这里两个坦克继续去分框搞圣啊 对方 不过对方家里的话有两辆有两辆这个车子啊 车子打坦克还是很舒服的 这里我们看一下血法师啊 血法师还是抗住了 抗住了 没有死 没有死 这一波可以的 这里有这五个塔一起来 人族分框有了呀 哎呦 这两个 这两个女要的集结点设置有问题 集结到英雄身上 所以说没有及时回去 这边把毛法顿带起来 所以说圣光暂时伤不了他 只能平A 好 好 王林回家再过来吗 好 现在是王林两个英雄 来接一下自己的这个女要 DK一发C抬起来 但是另外这一边 好 另外这一边 刚好王林的话 踩木头踩空了这里 但这个炮塔也起来了 这王林没有来得及修啊 这个炮塔 好 这里的话再A一下这个车子 把车子A掉 然后再A你的这个框盖子 这王林现在是有点难受啊 这四处着火 四处发烂 有点难受 这框盖子直接被A掉了 这主框 框盖子被A掉 这一波六级升骑士 你敢打我的塔 我就杀你的兵 所以我们看一下 人族分框要顺利开出来 这人族单框都把王林搞得很难受 这人族分框要开出来 这还了得 这王林有点硬钢啊 在当年的你的面 硬硬想把这个框盖子给造起来 对 还是要把对方 对 把炮塔打掉之后再造啊 不要这么冲动年轻人 好 这里乌鸦把对方的炮打A掉 那也是升到了二级 王林的这一局英雄等级实在是有点低啊 虽然说王林的意识很不错啊 但是英雄等级确实 炼击效率比对方差很多 好 过来的话 这里雪霸是继续当工巨人 给自己的升骑士输送一点难 女巫来一个隐身 六级升骑士 又可以去对方家里搞事了 王林现在终于意识到 哎呀 我这不等级 确实有点低啊 赶紧疯狂补一下等级吧 我们看一下 王林现在资源缺不缺啊 矿盖子被A掉了一个 这一波王林的话 其实也不缺钱啊 有1700块 人组1500块 两个人都非常有钱 而且为了防止对方再偷塔 王林这里已经造了一个天鬼 特意来防止对方在这里挖树偷塔 好 现在两个英雄带一个毁灭啊 练了一个大典 呜呜 这灵性撒一把肥 发现了对方在这里 接下来王林散发了一个恐惧魔王 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 恐惧 来 睡一下你的这个圣骑士 然后给你来一个围杀 呜呜 这里来了一个 哇 这里的话来了一个炸弹人 呜呜 直接炸了两个通灵塔呀 这一波有点伤 王林现在好像有点疲于奔命了 这边主矿的矿塔想继续造 但是造了一半六级圣骑士 又开始发难了 这边隐身 血法师过来隐身 关键时刻来一个避难嘛 避难一下 但你血法师也要被杀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怎么解决 好 矿盖子撑不住了 那主动取消 没办法 造不好 对方的话这个输出还是可以 那这一波矿盖子还是没有造起来 王林的话分矿再采 但是主矿一直没有采钱 那恐惧魔王要发挥作用了 上来一个税 这一边NC来一套 这边看看要不要继续来睡 哎 睡了一波 不过可以的 血法师关键时刻来一个避难 保自己的大哥 这两个英雄配合的很不错 过来看看是不是买个隐身 买个隐身 你要追我的话 我直接把隐身吃掉 那你就追不到我 这一波配合非常的完美 好 王林的话 听鬼造了一个 看到对方要出坦克 看看要不想办法 就把对方这个坦克给解决一下 人族分矿开了起来 分矿这边五个塔 说实话也不是很多 这边看看圣骑士 圣骑士的话避难回家 状态补的差不多 等一下的话 血法师再工具人继续当 输送一点魔法值 那六级圣骑士又是满状态 又可以去搞事了 王林的话 现在是没什么机会练几呀 一直在守 主矿分矿在守 分矿我们看一下 主矿真一波的话 矿盖子能不能好 分矿这里防守做的还是很不错 两辆角落车防对方的坦克 三英雄在这里等 等你过来 我们主矿家里搞事 圣骑士我们看一下 又过去主矿搞事 一些分矿搞事 继续补塔 好的 人族这一波分矿 要分矿补塔了 这塔一起来 王林就真的没办法 把正面不给你打 然后呢 这背后的话 六级圣骑士各种来搞你 然后王林想断对方的经济 也没办法 对方家里的话 疯狂不探 真的是打得有点难受 好 这里上个飞艇 不过圣骑士身上有火球 还是要靠远一点 疯狂屠弄 断一下你的经济 这一波王林 好 硬冲硬冲 可以的 杀了一个血法师 圣骑士回家 稍微晚了一点 晚了一点 哇 这个圣光是进攻型的圣光 他没有拒奶自己的英雄 而是直接去杀对方的一个女妖 这一波打得非常的刚 现在是争取时间 让自己打全部起来 打起来之后 王林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们看一下王林 分矿的话 继续补农民 主矿这边 矿盖子终于好了 六级升级是无敌一到 赶紧撤一波 无敌时间一有 刷又过去冲了 现在王林三英雄 看看每个英雄都带好了玩魔法盾 那这个魔法盾一套起来 圣光就拿他没办法 只能等这个魔法盾消失 哦呦 上来NC一套 赶紧无敌顶起来 否则对方又一发睡 又是来一发NC 就有点扛不住了 这里女妖没有 那现在DK暂时没有反魔法盾 上面看看能硬钢出来吗 DK这个装备啊 四头环 就是增加自己的一个属性值 看看要不要买个无敌 现在车子赶紧再奶一口啊 车子慢慢奶 DK也没有生个吃啊 但是也没有东西吃 那现在要被对方给带走吗 这里好 你买个隐身 但是对方的话好像 DK这一波很聪明啊 直接马粉给买掉 用掉 然后再买一个隐身啊 细节都考虑到了 那这一波为了保DK这个命啊 好像花销 牺牲也是有点大 成本有点高 这里我们看一下 赶紧把这个 把这个房子给解决 否则这个房子 又偷偷各种买炸弹了 疯狂来炸王林 王林现在是真的是 拿对方没办法 三英雄 好 这一波硬撑 终于撑住了对方这个三级圣光 但是人走 我这疯狂的塔 已经远远不断的 还在继续造 三英雄没办法呀 这六级升级是又二级搞事了 又要去提款了 把各种图弄 王林现在是赶紧找机会练个几啊 把乌妖练到三 乌妖练到三有二级网 二级网二级C 然后再一个睡 是吧 这样的话一个睡配合好的话 可以让对方吃两级NC 那六级升级是可能也会扛不住 理想情况是这样啊 但是实时起来难度有点大 对方一旦有无敌 一旦有无敌 即时顶起来 那你就吃不了那么多NC了 现在两个毁灭过来 过来的话 拿对方也没办法呀 好 英雄过来 吃了一个三级圣光 这边有女妖 赶紧反魔法队套起来 但是女妖自己阵亡 这里我们看一下六级升骑士 又想去搞谁了 六级升骑士 想撤退一下 这里想围杀 可以的 这个十字围杀很不错 这一波直接逼对方 交了一个TP 可以的可以的 王林这一波小操作还是很不错啊 好 现在人族赶紧双线 练一下自己的老二老三 分框的话 这一局FK狗群属是恶心儿了啊 这塔已经够了 还在疯狂的补塔 这个塔就是劝退了 王林再过来一看 找不到突破口啊 本来说人族分框是个突破口 撒一把粉 这分框的塔还在补 我们看一下王林会不会很生气啊 王林赶紧 能练得过 赶紧再练一下 乌妖这一波 离三级还是有点小距离啊 这里打个力量加6啊 可以稍微的血量厚一点 这边王林分框啊 还少一个小农民 主框的话 这农民都不造了 这感觉是不是造出来也是被你涂完 干脆不造 好 现在还是要补一下 现在人族600多800多块钱 王林现在1700 1700 王林现在是不知道出什么兵好 钱是有 六级升级师又去搞事啊 这疯狂的一个提款上来又开始图弄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 六级薛法师看见了对方在这里 好 薛法师侦查到了对方在这里练一个点 哎 这这这这这 抢了对方一个装备 哎呦 隐身抢装备啊 这个有点扫有点扫 然后升级师图弄已经图到了七级 啊 七级升级师 人族好想继续开分框 中间把这些中间的冠继续清理一下 没想到中间冠军还没有练完 好 薛法师也过来了 可以的 有大哥在还可以 薛法师过来一练 这个分框一开 那王林就更加没办法 王林现在是三英雄 主要是三英雄对付一下升级师 这兵的话不想再出 出了的话也是升级师的一个经验 好 升级师继续过来拆 你农民是吧 双飞艇 那我就拆你的建筑 拆着拆着 看看要不时不时再去买几个炸弹人 对方的话有天鬼控制的这个地界实验室 就是第一时间侦查到你买炸弹人 刚才的话被炸弹人炸了一波 王林的话真的是吸取了经验 这一波防守防的还可以啊 现在王林三英雄 哎 我要终于到三了 四三二的一个等级 现在升级师 这是强拆 平A把你的这个 把你这个塔给A掉 A完这个塔之后 王林三英雄赶紧回来回防一下 这升级师无敌时间要到了 那被迫再让你交一个TP 但是人族 这个框又造了那么多塔 这一局的话 FK哥至少造了个三四十个塔吧 图弄图了四五十个 塔造了四五十个 对于人族来说 游戏体验很不错 但是对于王林来说 真的是无奈的无奈呀 三英雄 那他没办法 这七级升级师 这是无敌时间很长 好坦克又来一个 这一波巫妖 巫妖 巫妖居然离大哥这么远 小心被对方给秒掉 这虚无加圣光 这个圣光的数据会有加成 DK18C给抬了回来 但是这个坦克怎么处理 一攻一防的坦克 女妖赶紧把毛法盾套起来 两个英雄暂时能够抗一波 好 现在 这个恐惧魔王去练了一波级 终于到了三级 拆了半天坦克 一个避难回去 王林做了无用功 很伤啊 这一波真的是杀人诛心 好 我们王林一看到这个分光 估计会直接怒退游戏 这还怎么玩啊 这游戏还能玩吗 哇 过来一看 这 这 王林三英雄看着这些塔 直接打出了季节 不得不说 王林的素质还是很高 一般人可能就直接开始喷了 好 我们恭喜FGGO 今天局FGGO游戏体验极好 王林的话就相当难受了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赢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